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叫做fracture的作文 比较像国语这样 然后这些呢我们释放 同学们明白吗 作文分成这两种 fony pt tree里面都会有出现的题目 就是这两种 ok 这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 Imagine you are on holiday in your own country in about 120 words what about a lovely travel experience you enjoy where you are and how you feel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how was the atmosphere there who went to that place with you ok 谁跟你一起去这个地方 所以呢这个就是我的去旅行的一个体验 这样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座里面呢表达出来 可以看到吗 ok 这样写到旅行对不对 ok travel experience 这样同学们你觉得啊 在写这个travel experience的时候对不对 你觉得可以写去什么地方呢 这个很重要 好不好 ok 比如说 老师跟你讲 ok 去马来西亚 可能给你一个马来西亚地图 你可以去的是这些州属 ok 克兰旦啊 特仁安路啊 巴汉啊 周霍啊 每一个州属其实你都可以去 然后都是算一个travel experience啊 都ok的 对吗 这样如果讲 马来西亚有很多的岛屿 ok islands ok 这样你可以去 Pula Lankawi Pula Panko Pula Redang ok 这些都是可以去的岛屿 对吗 ok 当然如果有一些马来西亚很出名的景点 这个我们也可以写的哦 比如说我们讲 Cameron Highland Ganding Highland 对不对 ok 隆隆的地方 这个都是很多人的最爱 所以这些呢 我们都可以拿来写 我们的travel experience 当然最好呢 是写你有去过的地方 这样你会写的时候 比较有熟悉度 然后你描述到也会比较好 ok 这样partisan啊 这些都可以写的 好不好 所以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题目 ok Today we are going to write Cameron Highland 我们会写关系到 Cameron Highland 有去过吗 同学们 ok 如果你有去过Cameron Highland 这样其实你也知道 里面到底有什么景点 我们是可以发挥的 对不对 ok 比如说 Stalberry Farm wow ok Juicy Strawberry 对吗 然后这个 Tea Farm ok 去看茶叶 然后Lavander ok 整个Cameron 最漂亮的 对不对 听说 这个Cameron Highland 过后会有一个滑雪的地方 ok 再见着了 所以呢 以后你去Cameron 是有很多景点可以去游玩了 好不好 ok 这些都是一些 著名的景点 我们可以去发挥的 ok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在写Story Assay的时候 对吗 ok 同学们你要记得 第一段呢 ok 我们用一个方式来去 写这个作文 让你考试呢 比较有印象 跟你可以有concept 去写作文 第一段呢 我们用五个W 一个H ok 我们用五个W 一个H 然后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ok 这个的话我们就用什么呢 ok 你就去描述你听到什么呢 看到什么呢 然后你接着有什么动作 然后再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ok 这个方式呢 都可以拿来写作文 当然不一定要跟着这个次序的 比如说你讲 哎 你看到很多东西 这样你可以写两个句子是看到的 可以吗 然后看到了过后 接着你有什么感受 你就可以直接写感受 不用跟着这个次序 但是这个呢 是让你可以去想到 idea 在写作文的时候 有内容可以去发挥 明白吗 同学们 ok 所以这个是story essay的一个concept 然后再来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第一段 我们可以怎么写 who,when,where,why,what,how 看到吗 ok 这样比如说我们可以写 ok who,my family and I 我跟我家人去 对吗 跟家人去旅行 然后在几时呢 通常会在几时去旅行 school holidays 对吗 然后去哪里 刚才老师跟你讲了 我们去camera highlands ok 去这个金马轮 ok why ok 去放松 unline ourself 因为很压力嘛 对吧 你上课 上了这么久 ok 不过你其实这一年都没有什么压力 因为都mco的期间都在家里上网课 对啊 ok 所以what ok 你会带什么去那边冷冷的 ok 带什么 带一点sletter 这就是你的冷意啊 ok 怎么去呢 坐车去 爸爸在 对不对 所以呢 第一段的概念呢 你就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达 ok 然后再来第二段 我们就写去的第一个景点 I kill strawberry farm 去这个 柴草莓 ok 去enjoy这个storberry ok 这样你去到这个storberry farm wow 你第一个东西会看到什么 很自然的 ok you will see repe and juicy strawberries ok 这样你有什么动作 因为这种farm都是可以给你采的 对不对 so you will pick and eat ok 你可以采到过 你可以吃这个storberry ok 再来 check in hotel after then 你去了storberry farm 我们就去check in hotel 然后再来 吃晚餐 ok steam food as dinner ok 我们吃 在凉凉的气候下 吃这个火锅 是非常不错的体验 对吗 ok 这样过后你有什么感受呢 ok enjoysteam food in cool weather 在冷冷的天气呢 就想用这个火锅 好不好 ok 这个是一个大 老师教你的一个方式 当然如果里面的东西 你要自己更改 可以吗 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是给你一个概念呢 去写这个作文的部分 好不好 再来接下来去第三段 ok Botty Plantation and Lavender Garden ok 我们去这两个地方 所以第一个 你去Botty Plantation ok what you will see ok 你会看到 Wow scenery was breathtaking 风景 太漂亮了 那些茶叶 对吗 再来接下去 你还看到什么 Different types of tea leaves 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茶叶 接着 Visit Lavender Garden ok 这样一样的会看到什么 你会看到 A Sea of Purple Lavender 一片花海 很漂亮 ok 什么感受呢 Amazing ok Eye Catching 很吸引人 对不对 ok 因为你看到那些花是很漂亮 在Camera Island 因为气候的问题 所以呢 种出来的植物呢 它们都会比较的 就是茁壮成长 ok 然后动作 Take a photograph 去到那个地方 一定要拍照 因为很漂亮嘛 ok 所以你都会拍照 好不好 这样第四段 ok 可能你去Tat the Night Market After that 另外一天 你就Want back home 好不好 所以呢 Visit Night Market ok 然后去Night Market 都是会买一些Vegetables Fruits because they are very fresh ok 真的是很新鲜 有去过Camera Island 你应该知道 对不对 看那边的水果啊 蔬菜啊 都相当的新鲜 ok 再来 Want back hotel ok 第二天呢 就怎么样 The next day Want back home And then we enjoy the trip 那个感受 所以呢 你只需要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写 然后给自己有一个概念 ok 不是写到一半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么写了 所以你在发挥这个Draft 在Drafting的时候啊 做一个草稿的时候 你就大概有这些概念先 在写作的时候 你就可以很容易去发挥了 好不好 ok 这样接下来 我只要教你 怎样写这个作文了 ok 这个作文的第一段 ok 比如说老师给你一个华语的方式 学校假期时 我的爸爸决定带我们去Camera Highland ok 带我们去这个Camera Highland 妈妈戴了一些外套 我很兴奋 因为我可以放松自己 我们九点出发 那个马路很弯曲 ok 这个是老师给你一点点的参考 有华语给你一点点参考 maybe你可以自己尝试写一写 ok 拿这个指数来 然后你可以post老师的video 然后你就可以写一写 ok 然后老师后面会教你这个完整的答案 好不好 但是你可以自己尝试先学习 看你写的跟老师的有什么不一样 ok 这样我们来看一下 During the school holiday My father made up his mind to bring us to go to the Camera Highland for a getaway ok 度短假 去一个三天两夜 两天一夜都行 It was a much awaited trip ok 期待已久的旅行 好像MCO过了这么久 对不对 有没有很想去放松自己 ok 很想要去旅行 有没有 ok 那个世界有没有在呼唤你了 ok 就很想要去旅行 My mother brought along some chapter as the weather there was chilly 这里的chili叫寒冷 ok I could not contain my excitement 叫我真的是 很兴奋 as I could finally unwind myself ok We departed at 9am and my father drove us there the route was winding and narrow ok 去金马轮的路是很弯曲 也非常的狭窄 ok 这个就是一段的方式 当然这个呢 老师都有些比较长的 ok 如果讲 你不要写这么长 其实可以自己再cut一点点 ok 老师都会教你多一点 因为其实 PTG中文写120个字呢 也不多 ok 也不多 所以再来第二段 after three hours we arrived at our destination the weather was indeed cool and refreshing the first spot we went was kia strawberry farm we were excited as red and juicy strawberries came into our side 我们不要放 we saw ok 我们可以放这个 kim into our side ok 就我们看到很多 红红的这些 哇 草莓 非常非常的漂亮 we picked and add the succulent 或者是 juicy 很多汁的 sauberries after that we went to the hotel and check in we had steamboot at our dinner that night it was a great experience to enjoy steamboot in such chilly weather ok 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冷冷凉凉的天气 吃火锅 wow 多么的享受 对不对 ok 所以相信你应该也是有吃过火锅 在冷天气 对吗 再来接下来下一段 第三段 ok 还有一个东西 老师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很多同学不小心 用华语来写的时候翻译 ok 三个小时过后 我们到了 很多学生会写 after three hours later 因为用华语翻译 过了三个小时后 ok 后就放一个later it's wrong ok 你可以讲 after three hours 或者是three hours later 这两个才是正确的 同学们记起来 ok 可以啊 再来接下去 第三段 ok 去这个地方 对吗 看看老师有给了你 这个 这个concept ok 这样我们现在要 怎样子写呢 ok the next day we visited the must visit place bootie plantation the scenery there was brave taking the workers there the workers there show us different types of tea leaves not only that the workers there serve us freshly brewed tea it tasted really good my father also bought some tea bags home then later in the evening we visited the lavenda garden we were greeted by a sea of purple lavenda 什么意思 我们看到一片花海 ok we were greeted by这样这个东西 进入我的眼帘 看到一片 purple lavender 的花海 the view was eye-catching we could not wait to take some photograph 我们迫不及待 要拍照了 we also tasted the lavender ice cream ok 我们也吃了 这个薰衣草的 那个 ice cream 如果你有去过 它会有一个 紫色的 purple color的 那个 lavenda ice cream ok you can try ok 如果你去的话 再来下一段 ok 第四段 就是写night market 有没有看到老师 把这个东西 放成红色的字 这个呢 代表是 它是动词 所以等下 在写动词的时候呢 前面就不要再加 smr word 说了 because 如果你加了过 它就会变成 被动剧 好不好 如果那个不是 被动剧 你不要加 因为太多 学生犯这个错误了 好不好 ok 第四段 给你一点挑战 好不好 老师教你一点点 你自己写一点点 ok at night in the evening we visited the night market my mother bought some fresh vegetables and fruit the price was reasonable 那个价钱呢 很合理 ok 这样你过去就讲 我们回酒店 第二天呢 就回家 然后很开心 ok 你可以这样的方式 去表达 可以吗 同学们 ok 这个就是一个 pd tree的作文 老师 只要四段 ok 我们会写四段 然后呢 在写这个作文的时候 就要分它段落里面的 内容出来 要如何去表达 然后这个呢 是story的作文 所以呢 大家要记得 一定要放 past tense ok 很多同学 在写作文的时候呢 最常犯到的错 就是这些grammar 所以你一定要 记得 写好这些grammar ok 好不好 所以的话呢 这样如果你觉得 老师影片有帮到你 记得 你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记得 可以like一下 老师的这个video 或者是你comment 给老师也ok 好不好 这样我们 下次见 ok 下个影片见 ok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